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纵景是中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 他出身贵族家庭 从小聪明伶俐非常好学 尤其爱读史记 书中《扁着苍公列传》 所寄《神医妙手回春》的故事 让他产生了学习医学的兴趣 从此他开始阅读各种医籍 拜访名师 忠诚良医 张纵景的父母希望张纵景走士途之路 他16岁的时候 父亲带他去拜访一位归隐香里的名士 通过交谈 名士发现张纵景不单有应进谦和的气质 还有财斯敏捷的灵性 就说了 你很努力 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名医的 名士的预测更加坚定了张纵景从医的志向 父母也就信从他的意思 顺其自然了 东汉时期 医生这个身份是很受人歧视的 但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 张纵景不顾环境的恶劣和细族的鄙视 黑虎钻研求新医学 他的几位老师 毛笔是有限于他专心置意 虚心求救的精神 才将自己家传的秘技 秘方传授给他 史书记载 当时张纵景在内科医技上已颇负性命 听说襄阳有位姓黄的外科医生 治疗仓庸达背有绝招 人称黄神仙 于是他就立即肩背行囊 拔恕数百里前往拜师 如此良苦用心 加上恭敬的态度 恳切的延迟 令到黄神仙终于不再怀疑张纵景的动机 将自己的医学知识都教了给他 东汉末年 战祸年年 疫病流行 南洋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大规模的瘟疫 很多人因此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张纵景的家本身是大族 有二百多口人 但不到十年 有三分之二的人 因为染上瘟疫而死亡 其中很多人是因为患上伤寒病而死的 在这种情况下 张纵景下定决心 要研究出治疗伤寒病的方法 来解救病痛中的人民 经过数十年含辛如虎的努力 张纵景终于写成了 《伤寒习病论》这个不恼之作 它是继皇帝内经之后 中国有一部光辉的医学典籍 《伤寒习病论》《习秦刊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 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注之一 也都是中国第一部臨床治疗学方面的巨注 值得一提的是 《伤寒习病论》失而复得的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是晋朝太医令王叔和 当时世上流传的都是断颈残章 王叔和全力搜集各种抄本 而且加以整理 命名为《伤寒论》 他不单止整理了医书 而且还留下了关于将重景的文字记载 二是宋仁忠时汉林学士王朱 他无意间在汉林院书庫里面 发现一本《重著》的竹简 书名为《今季肉咸要略方论》 发现和《伤寒论》相似 之后经名医林益 孙琦等人教定 更名为《今季要略》 看行于世 这部医典当中体现出来的 辩证论子的重要医学思想 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 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 书中的113个处方 亦是颇具其后的经典配方 被后人称作经方 在治疗一些疑难病症方面 常有其效 所以《伤寒习病论》 亦被称为医方之祖 张仲景将附生的精力奉献给医学事业 他医德高尚 医术高超 救人无数 被后人奉为医性 历代注释《伤寒习病论》的著作非常多 在继承发扬张仲景医学理论的基础上 形成了长盛不须的伤寒学派 不单止是这样 他的影响还越出了国界 对亚洲各国 好像日本、朝鲜等国医学影响巨大 张仲景是中国医学的骄傲 网友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